這個單元我們討論兩類特殊結構的矩陣 一類叫做三角矩陣 另外一類叫做對稱矩陣 這兩類矩陣都是針對 正方形形式的矩陣定義的 所謂的三角矩陣或對稱矩陣都是以這種方形的矩陣 以對角線 對角線來看 從對角線來看如果看得出來有一個三角形結構 都是0 這樣的矩陣就是一個三角矩陣 那所謂的對稱矩陣 指的是在他的 上面這個三角形跟下面這個三角形是 互相一模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結構形式 接下來我們介紹幾個特殊的矩陣 一個叫做上 三角矩陣 另外一個叫下 三角矩陣 那所謂上三角矩陣就是 矩陣裡面的某個 特殊的地方 所謂的上三角矩陣 或者下三角矩陣 是指 矩陣裡面有一個特殊的結構 那最主要的結構來自於說 中間這個對角線來區分的話 在 他的 上面才有 數 數字 包含對角線的上面才有數字 那下面 都是0 這樣的矩陣我們叫做上三角矩陣 同理如果以 對角線這個 來看 然後他的下面 包含對角線以及他下面才有數字的話 然後也就是他的上面這一部分 這三角形是0 那這樣我們叫做下三角矩陣 所謂上下的意思指的是 哪個地方有數字的 這個結構的這個三角形 好那這種只適用於 方正的矩陣的形式 方正矩陣的形式 就是這種是4乘以4 4乘以4 3乘以3 5乘以5這種方形的 矩陣我們叫方正的一個形式 結果 那這種矩陣如果你把它做轉字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剛好有這樣的一個心 就是上三角矩陣 做轉字之後等於下三角矩陣 同理下三角矩陣做完轉字之後等於上三角矩陣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從這地方看得出來 這個 11 12 13 14做完轉字之後變成直的 原來是橫的變成直的 然後這個 0 22 23 24 變成直的 0 23 22 24 然後這個 0033 3334就變成0033334 最後一個 0044就變成0044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這裡的 橫的 就變成這裡的直的 那這裡的第2個橫的變成第2個直的 第3個橫的變成第3個直的 第4個橫的就變成第4個直的 然後對稱矩陣 那對稱矩陣意思就是 一樣以對角線來看 以對角線來看 對角線的兩邊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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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岩的橫 跟直 同一個個數他們數值會一樣 同樣的 23跟23是一樣的 24跟24是一樣的 34跟34是一樣的 那這種叫對稱矩陣 就是以對角線 來看 然後他們分別相對位置上的數字是一樣的 因此如果你把這種矩陣 這樣的對稱矩陣取 轉字的話 那他等於原來 因為他們是一個 所謂的對稱的形式 就是這個 跟這個 跟列 直行跟橫列在做換位置的時候其實等於沒有換 因為他們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就要來看 對稱之間